晚上九點鐘 歡迎收看一電視整點新聞 我是趙慧文 我們來看好台中東海商圈 在今天清晨四點多的時候 傳出這一起透天錯的 氣爆火警意外 造成了四個人死亡 一個人受傷 那麼當時的監視器畫面 也曝光了 這爆炸的瞬間 閃出了一陣火光 接著這火勢炸開之後 就直接衝到對象的民宅 這爆炸威力非常驚人 而且在現場 不斷的傳出有爆炸的聲響 還有民眾的求救聲 這火勢一共總延燒了六棟的房子 整個場面就像是人間獵獄一樣 看到這起火點是在疑似是在11號 那麼其中一名死者 是住在12號的屋主 大火第一時間 他的太太是趕快把其他的房客叫醒 然後讓他們逃到頂樓去 可是因為他的先生行動不方便 所以當場是活活被燒死 讓他非常的自責也很難過 那麼在隔壁 理髮廳也受到了波及 他說這爆炸威力大 到他的床都被震垮了 住戶還以為是地震 嚇得趕緊慌亂逃生 這起驚悚的事件同樣發生在台中 知名姦姓女房之後 他接到女房客的電話 說有漏水的狀況 叫他去查看 沒想到卻慘遭 房客的男朋友拿著剪刀 從他的背後刺傷 肩膀背部 還有頸部被緊急送一急救 那麼熊賢在案發隔天之後 也到派出所去投案 但是這個現場凶案套房 血跡斑斑非常的嚇人 今天是藝人黃鴻生的靈堂開放第一天 包含了像是藝人修潔凱 賈靜雯 吳應杰以及詹子晴等人呢 全部都到場哀悼 那麼這一次他故事走得突然 禮儀公司也在一樓設置對外靈堂 讓粉絲可以到現場來悼念他 那麼他女朋友君君呢 是一大早就到現場去 而且待了一整天 他的爸爸在鏡頭前向大家鞠躬致意 二人溪的出海口 有三名男子搭乘扇扇板船出海 去進行水文調查測量 沒想到大浪一打 就是扇板船翻了 三個人都掉到海裡 其中兩個人是攀附在船身 那麼隨著海浪被拍打上岸 但是另外一個人 雖然他身上穿著救生衣 可是疑似沒有穿戴 確實脫落了 人被找到的時候 已經沒有了生命跡象 緊急送醫還是宣告不治 蒸起意外 總共造成了一死一人受傷 離奇的事件 有一名黃姓工人 突然離奇的失聯 那麼家屬報警斜巡 而且調了監視器 發現他當時是以 跑白你的速度狂奔 好像後面有人在追他的樣子 結果後來音訊全無 家屬很著急報警斜巡 而且還請人到現場去做法來找人 說也奇怪 這個法會才做完這名男子 就出現了 他的腳部雖然有受傷 可是沒有大礙 但大家就會想 這失聯的兩天 他到底跑去哪裡了 他說他一直都在草叢裡面 那麼救難協會就說呢 其實在那個地方 曾經發泄有一堆白骨 整個事情聽起來 讓人家有點毛毛的 解放軍昨天才剛派出 18架的共機擾台 那麼其中有12架 是三度越過了中線 今天他們又派出了19架 接近台灣的領空 其中甚至還多了一架運8反潛機 出現在台灣的防空識別區西南角外 那麼現在我們的空軍也硬起來怒嗆說呢 共機要立刻回轉脫離 否則一切的後果都要自行負責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就被問到了 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動作不斷 他回應說美國只是派代表團來參加一場葬禮 那麼中國顯然是以軍事恫吼來回應 言辭之間似乎是在暗指中方的反應過大了 另外現在其實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證實 中國真的是有缺糧危機 而且是狠狠打臉習近平大內宣的政績 那麼中國以打贏脫貧攻堅戰 像是今年2月份的時候才剛宣布脫貧的山西省 他們曝光的公文顯示 其實他們整個縣裡面有實際儲備的糧食只有五百萬斤 根本就沒有達到政府的標準 他們要求一千萬斤 這差起來居然是差了一半 四個州提前舉行了總統大選的投票 那兩名候選人包含川普跟拜登 則是選在18號同一天到明尼蘇達州去造勢 那麼到底為什麼要選在這邊呢 其實是大有學問 因為明尼蘇達州原本是民主黨的鐵票倉 可是呢在2016年的大選裡面 民主黨居然只贏了一點點 等於說這個地方變成了一個搖擺州 再加上當地至少有七名市長宣布要倒戈支持川普 讓明尼蘇達州也變成了兩黨都想要攻下的關鍵州 高峰美農下午發生了一死兩傷的車禍 有名徐姓男子呢 他開車載著家人還有鄰居上山去吃土雞 沒想到下山的時候他的車呢突然就往路邊的溪流偏移 整台車最後是墜入了至少三公尺的溪底 那最後是車底朝天 駕駛人當場是失去了呼吸心跳 松衣之後還是宣告不治 一同是有一名蔡姓屋主呢 他家的車庫出入口 被人家用鐵架圍裡給圍了起來 他的車子就困在車庫裡面沒有辦法出來 原來說他的車子要開出車庫之後 必須要經過另外一個零性地主的土地 那麼這個零性地主就說使用者付費喔 所以呢要求他用兩百萬元 把車道的土地給買下來 但是這個蔡姓屋主拒絕 結果呢就被人家拿圍梨 把他的這道路給封起來 台中市這個台中市政府認為說 這個圍梨是違建就貼了公告 要求這個違規者要自行拆除 但沒想到隔天就被撕掉 屋主決定要訴諸司法途徑 就敲開了 那麼... 多少... 屋主啊...